親近神的祈禱 講到親近神的祈禱 先講到感謝讚美 如果一個人已經在這個狀態 就是感謝讚美是非常好的 事實上很多人不在這個狀態 主要是覺得不是那麼感激神 這樣的時候 怎樣可以進入這個感謝讚美呢 我自己覺得恩典的祈禱是很重要的 恩典祈禱 首先我們明白思想 然後宣告 最主要是宣告 神怎樣愛我們 祝福我們 這是在我們平日建立的 平日有空時經常會留 神在我前後還原我們 多謝天父你還原我 祝福我 這就是恩典 即是由上至下 是神為我們做的 神你現在圍著我 按走我身上 你在這裏感動我 讓我心裏面有這些感動 讓我心裏面會愛慕你 會學想你 會喜歡你 即是 是神的工作 即是越想到神的工作 即我 我有空便會想 神應該救一個人 神應該感動那些不聽話的人 吸引回去聽話 就會提升我們 我們想 譬如你的心 我想 同時 更加好 這是一個好的表現 其實這個東西 是神產生的 在你裏面產生的 就是你的心渴望 那你就 感謝神 你給我這個渴望的心 感謝你 因為你產生在我裏面 動工 在我心裏面運行 叫我 立志行事 我立志去親近你 亦都走出來親近你 就是因為 你在我裏面做工 這就是恩典的祈禱 宣布多些神的恩典 但這個基礎一定是 我們有空便想 咦 哇 我這件事 我又看不到自己的罪 但是神又提我 接著吸引我去悔改 跟從神 我們就 在這些事上 經常去留意 所以當你感謝的時候 呢 感謝最重要 不是言辭 是個心 是個心靈 就是怎樣呢 哇 神啊 你做這麼多花草樹木 就是特地給我們看的 特地每一種花 這麼漂亮 神是你在我裏面 這樣感動我 讓我能夠會喜歡神 就是因為你是這麼漂亮的 你在我裏面 會產生這種的生命 你在我裏面 會產生這種的喜樂 因為你就是喜樂的神 感謝讚美你 就是那個心裏面 所以我在講到 講信息 怎樣的信息 是更加好呢 就是一種回應的 講出神的恩典 人的軟弱 然後神的軟弱 改變我們 然後回應 哇 雖然我在人的問題上 犯了這麼多罪 我會講人的閒話 想人不好的事 但是神會將我改變 以至我開始去想人的好 開始去祝福人 就是因為神在我裏面 多次感動我 以至我會去想人的好 想想怎樣祝福人 一邊想這件事 神啊 本來以前我會有時候 不是想人的好 現在就是你感動到我 會去想人的好 真的好 就是去思想神 怎樣改變了我們這個心 心就很感激 就是充滿感激 這個讚美祈禱 就是很美麗的 就是一種感激讚嘆 這個就是最美麗的